在一百多年前,我国当时正处于清朝末期 这一时期的清朝可以说是贫穷和落后的代名词 对外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 对内则严酷镇压农民起义 百姓们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 可是到了百年后的今天 清朝的形象在影视剧中却悄然地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在那些热播的清宫剧中 剧中的清朝人物穿着华贵的服饰 说着时髦的话语 俨然是一个太平盛世 那么真实的清朝又是什么样的呢 法国摄影师拍摄的百年前大清 满足女子的确漂亮 和影视剧截然不同 在二十世纪初 有一个叫阿尔伯特卡恩的法国富豪 发起了一项规模庞大的计划 他将全额资助一大批摄影师 奔赴世界上五十多个国家 用当时最先进也最昂贵的彩色摄像机 记录下地球当时的样子 这个计划被称为地球影像档案 当时的清朝虽然贫穷落后 但是作为举世闻名的古老国度 阿尔伯特卡恩和他的摄影团队 也来到了清朝的土地上进行拍摄工作 1909年 阿尔伯特卡恩和他的摄影团队来到了清朝 他们将会分成若干个小分队 奔赴全国各地进行拍摄 从阿尔伯特卡恩留下的照片来看 当时的清朝恐怕比现在的人们想象的还要落后 虽然照片上的皇家宫殿金碧辉煌 可普通人甚至连饭都吃不饱 如此巨大的差距恐怕是现代人难以想象的 在影视剧中 清朝的人物形象十分的精致 而且个个都表现得精神饱满 然而 从这些清朝时期的彩色照片上可以看出 清朝人的形象与现代人认为的有很大的差距 最明显的一点就是 那个时候的人们眼神普遍都非常的呆滞 看起来没有丝毫的神采 需要说明的是 这并非是因为摄影技术的原因导致的 而是那个时候的人们就是这个样子 普通百姓已经被生活的重担压抑得喘不过气 可清朝的贵族却仍然过着奢侈的生活 穿着鲜亮的衣服 处处透露着雍容华贵 阿尔伯特卡恩和他的摄影团队经过长途跋涉 留下了很多珍贵的彩色照片 其中有很多都是珍贵的古代文物影像 比如下图中拍摄的应该是早已被盗绝一空的北宋皇陵 没有了护陵人员的守卫 普通人也可以随意进去玩耍 高高耸立的石像无声地诉说着历史的苍凉 说起清朝的皇家建筑最令人感到遗憾的就是圆明园 这座人类历史上最美丽的园林在战火中毁于一旦 忽然再也无缘欣赏到其中的美丽景色 自从圆明园被焚毁以后 这里就成为了一个禁区 清朝没有能力再次修缮圆明园 只能将圆明园的废墟守护起来 希望朝廷日后有机会能够再次修复这座万园之园 圆明园虽然已经被焚毁 但普通人想要进入这座皇家园林的废墟 仍然是一件不太可能的事情 而阿尔伯特卡恩由于是外国人的缘故 在经过一番交涉以后 得到了进入圆明园拍摄的许可 从阿尔伯特卡恩留下的照片来看 即便已经是烧成了废墟 可圆明园的景色仍然令人叹为观止 透过照片中这艘因年久失修 而略显破败的石画坊 可以看出当初圆明园是何等的富丽堂皇 阿尔伯特卡恩和他的摄影团队 拍摄了大量的彩色照片 其中有不少拍摄的 都是清朝时期的人物风貌 通过这些照片 可以看出当时的人们 究竟是过着一种怎样的生活 对于早已习惯从影视剧中 了解清朝的现代人来说 照片中的人物 才能反映出真实的清朝景象 从这些照片中来看 当时的满族女子确实漂亮 但是和现在的影视剧相比的话 又给人一种截然不同的感觉 从审美角度来说 现代人的审美眼光 跟生活在一百多年前的清朝人 肯定不一样 一般来说 皮肤白皙 身材苗条 脸型轻瘦的女子 更容易受到现代人的欢迎 但是对于清朝时期的人们来说 她们的审美观与现代人迥然不同 身材壮硕 体态矫健 脸型圆润的女子 在一百多年前的清朝来说 更容易获得人们的好感 阿尔伯特卡恩和他的摄影团队 留下来的这些照片 对于整个人类来说 都是一件十分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透过这些照片 人们可以更好地了解 古代社会的种种风貌 而且相对于史书上的记载来说 照片能更好 也更真实地反映当时的人文风貌 更为人们提供了一个 了解古代历史的新渠道 清朝国座到底是多少年 即便是最官方的媒体 最权威的专家 也难以统一口径 出现了三种不同的观点 296年 276年 268年 那么到底哪种说法最为准确呢 这件事重要吗 很重要 因为明朝刚好是276年 所以清朝的享国年限 不仅关乎明朝的面子 更关乎九大王朝的国座排名 言归正传 清王朝的建立与发展 经历了非常复杂的历史进程 总的来说 有三个重要的时间节点 第一个时间节点 是努尔哈赤统一女真部落建立后金 第二个时间节点 是皇太极改国后为清 完成了有野蛮向文明的过渡 第三个时间节点 是顺治帝率清兵入关 建立全国性政权 清朝的覆灭时间是固定的 即清帝溥仪颁布退位诏书的那一天 也就是1912年的2月12日 关于清朝国座的三种观点 是源于起点时间的选择不同 如果从1616年 努尔哈赤建立后金算起 清朝国座便是296年 如果从1636年 皇太极改国后为清算起 清朝国座就是276年 如果从1644年 顺治帝率清兵入关算起 清朝国座则是268年 三种观点 三种算法 可以说是各有出处 各有道理 我们常说清朝十二帝 清朝国座从太祖皇帝努尔哈赤算起 说得通 清朝国座从1636年 皇太极改国号为清算起 也没毛病 而从顺治帝率清兵入关算起 似乎也合情合理 毕竟入关前的满清 还不是大一统王朝 更何况1644年以前 明朝还没有王呢 就笔着个人观点而言 我更倾向于清朝国座 276年的说法 正如我认为皇太极比康熙帝更有资格称足 毕竟他才是大清王朝的真正缔造者 当然 无论哪种说法 作为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统治者 清朝都成功地打破了湖运不过百年的历史魔咒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